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 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 乔安哥 女生好可怜 会吗 男人过三十都无所谓 女生就不一样了 过三十拉警报 没有嫁的话就要去相亲 相亲真的很重要 不是 我说你们女人 相亲你们看得太严重 相亲把他搞得好像在博士班面试一样 对不对 你干脆把他主动十八代都掀出来 其实我觉得 小心谨慎还是比较好 你相亲过吗 你知道吗 十次车祸九次快 安心上路也要安心回家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是不是 那你说有没有相亲过呢 其实还好啦 因为一般呢 比如说像跟一些什么 国贤哥啊 一些人啊 出去啊 吃吃喝喝的时候 总会介绍一点女孩子认识 在婚前的时候 婚前是吧 对 就是一个礼拜之前嘛 才关一个礼拜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亲 你看相亲啊 从以前的对不对 我爱红娘来电舞时 一直到现在王子的约会 《非诚勿扰》 可见这个相亲 婚活这种行为呢 在社会上是有必要的 是 而且我觉得你选错人了 对对对对 你怎么可以跟马国贤一起出去呢 你说高嘛也没高 帅嘛也还好 投资每一次投资都失利 你找他干嘛呢 不是 我跟你讲 我爸爸就说啦 对对 结了婚就不要想离婚 你结了婚以后 如果还有一些人 要带你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 见不该见的人 你就不要跟他联络 所以以后就不要再跟他联络 可是今天还是见到面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避免 对 那我们还是要来欢迎他们啦 虽然呢这八位里面呢 可是我们统一 我们要来介绍 我们的两个国型男 好欢迎 今天请到六位帅气的各国型男 有来自美国的安卓 拉脱维亚的成全座 西班牙的古龙 德国的贺少侠 以及日本的梦多 跟美国的贾斯丁 当然还有台湾代表 马国贤以及郭欣 到底新男们 有什么特殊的相亲经验呢 好的 等一下要聊一下 各地呢 其实相亲婚活的活动 不一样 霸霸款 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三位女人团 她们的出团方式 有点特别好不好 相当不一样 她们用门帘的方式 先卖个关子 让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 你们在相亲的时候 如果遇到 遇到这种角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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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如何自处呢 是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号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一次约会 这样OK的吗 OK 牛仔裤很好 非常好 牛仔裤OK 但是我跟你们讲 都OK吗 红色算是很性感的颜色 对 第一次约会 如果穿红色的高跟鞋 是不是有某一些的暗示 她有在调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 而且她的脚这样 回来回去 回来回去 地上有蟑螂 这种会不会是 人尽可夫行 一直在桌子底下 回来回去 你过来这里 我去拉好了 不 我拉 出重活我来做 好 牛仔裤 牛仔裤很好 而且这个鞋子 鞋OK 鞋子也OK 很新的款式 有没有 我们来看看再往上 可以 可以 我没有穿 露肚子 等一下 我在头跳 我在头跳了 干什么 这个可以举黄牌了吧 等一下 第一次约会就这样 行男们 如果你第一次相亲 你相亲的对象 就穿这样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请举牌 她有穿吗 她没穿吗 她有穿吗 她没穿 为什么 乡下人没看过裸女吗 没有 好 来自于美国的两位都不行 国贤哥 你这边心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说什么谎 那我说谎 说实话 这种的跟你见面 算穿多的了吧 等一下 你当我是怎样 我觉得宁可他多露 多露一小点的 这个事业线 都比他这样子来得好 好 后面这位 我们已经慢慢往上拉 看正面 看正面 可以转过来吗 正面 可以转过来吗 请转过来 谢谢 真的不能接受吗 还是只是手部里咬而已 好感人 第一次约会是这样OK吗 OK 请举圈 不OK 国贤哥为什么又不行 国贤哥从一而终 他不是说可以漏四叶线吗 太隐人加小了 我问一下Andrew 不是你现在在挽回形象有用吗 什么样挽回形象 应该是说我比较保守一点 可是在洛杉矶穿上的女生多的是 所以满街都是 但是可能有那个失业线 或者露肚子 但是不会一起吧 所以要 只选一个露了 对 选一个 知道啦 好不好 那我们第一位就先到这里好吗 就先到这样啦 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你把脸拉开 为大家开心 没有 没有 大家在弄门人 弄撒回你 好 对不起 第二位好不好 从脚开始了 有端庄 端庄 端庄好多 我拉第二位 你换什么姿势了 我不懂 我不懂 导播没有在take你了 换什么姿势了 来 再往上走 再往上一点 好不好 这走端庄路线的 好不好 长裙长洋装这样 都盖进了可以吧 没话讲了吧 这没话讲 这个OK 非常OK 非常好 没错 停 就只到这边了 非常好 跟前面一位呢 有点不一样 这位是娇小玲珑心的 是的 所以说你看 那个脸子有点差 但气质好很多 气质好很多 那第一位气质是差到哪里 他自主义比较爷爷爷 对 算你会讲话 别想挖洞给我跳 但是我们制作人说 想要请问行男 二号的鞋子跟衣服 是否有点不搭呢 可以看一下侧面吗 侧面 二号麻烦 侧面 谢谢 他好像 所以这样子OK吗 行男们觉得 就是他大拇指跟小指的颜色 不太一样 看太细了 可能一个是有擦指甲油 一个是被门夹到 不一定 我们的少侠说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不配 而且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看法 不配是他不配还是你不配 对 对 对 你永远说不行 虽然那个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可是 我觉得他的衣服太可爱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女生穿蛇纹的或者蛇皮的鞋子 代表他心中有一点点狂野 对 不是暗奶 不是暗奶 是有一点点端庄里面 但是 你懂吗 戴得了 你只要开启他马上就狂得起来了 对 了解了 搞不好年底七合一选举 他是披蓝袍的 这很难讲啊 对不对 因为还没拉开不知道啊 我是这样子看的 我喜欢他的高跟鞋 搞不好一拉开是厉耿贵方议员 不一定啊 这很难讲 他短头发这长头没有 那Andrew刚刚说什么 我说 我喜欢他的高跟鞋跟 项链颜色的对比 好的 3号这一位 听说是在日常生活中 相当犯规的一位 请看 这个鞋子有厉害 好久成梦迪 你看这个3号跟1号 气质差多 我感觉 喜欢的请举圈 我觉得这样很棒 投票 投票 而且Andrew反而说不行 谁太漂亮 贾斯丁也不行 你们两个从美国来到底怎么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们想要怎么样啊 我是这样子 我喜欢他的裙子 但是我没有很喜欢他的高跟鞋 有点像show girl的高跟鞋 show girl 有点 有点 这是比较日系的高跟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麻烦您转移去 我们看一下后面高跟鞋的部分 谢谢 这今天很流行的透明鞋跟啊 是这样 没有 因为在国外很多show girl 他们就喜欢穿这种 像压克力鞋这样 鞋跟这种东西 那那个来自于乡下的贾斯丁 你反对的理由又是 没看过这种东西 真的 没看过这种东西 太瘦了 好 谢谢 很好 你看这个腰多么细啊 这感觉很厉害 有搭 衣服有搭 好 我们 他这边还有牌子 什么 有写 有写什么 103年有注射过疫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 你看小梁哥 你看孟多的眼睛 完全目不转睛 真的超好看 而且就是他有一种就是 健康里面有点新港 而且就很发型 我觉得很棒 是不是在 好像仿佛在新宿 有看过这样的女孩 对 我唱上他的舞 小梁 好危险 攻击人 他讲很长耶 你前后夹攻 新宿有什么问题吗 又不是歌舞伎丁 你怕什么 对啊 隔壁而已 小梁哥 那我们可以来投个票吗 可以投票 我们请新男人决定 1号到3号这样的服装 你们最喜欢 谁的 你看男人们是不是怪不怪 刚刚5号都说不OK 全部都是1号 现在都是1号 这样很好啊 啊 贾斯宾 为什么吗 对 你刚明明举叉 对 刚 但是我看整套 就是好像 我们那边夏天时候 可能有一个女生 像那个 变形金 金刚 金刚 还是金刚狼 还是金刚狼 对 那个Megan Fox 在修车子的时候 就好像很性感 那所以呢 我们的1号有4票 2号有1票 3号是2票 2票 好的 那我们先从票数少的来 看一下是谁 最少的我们来看是谁 好的 奇怪这个端庄 因为一开始呼声很高 你知道吗 刚好跟1号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1 2 3 1 2 3 欢迎嘉文 好欢迎嘉文 好欢迎嘉文 嘉文请走台步 好害羞 看到没有我们中国 传统古典的美国 古典 是不是也 娃娃脸配这个衣服 刚刚好啊 古典怎么会在我身上呢 不好意思 跟您报告一下 选你的是 安德鲁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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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第二多的呢 就是我们的3号啦 我们来公布一下 3号是谁 这位新几股女孩 会是哪一位呢 3 2 1 请看 好 新素女孩耶 可是很特别 来 介绍一下台步 最近在FB很犯规的一位 重点是她的衣服 后面有玄机喔 第一次上青串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一个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 就是肤浅这两个字 你不觉得吗 你说1号吗 你说大家选1号是不是 男生都选1号这件事情 你说1号本身肤浅 还是选1号 不是男的很肤浅 那我刚刚选3号的 再举一下好不好 刚选3号的 你看吧 心素对心素嘛 对 心素对 你不太配啊 果然爱丽丝是日本人的菜 真的 那郭贤哥凑什么热闹 没有 我觉得她穿泳装很漂亮 当然 她如果穿泳装呢 那更真 但是刚刚是没有看到脸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她漂亮 那现在看到脸是怎么样 那现在看到脸的话我是觉得 你要不要过来这边坐一下 不是 因为最主要是 因为聊相亲 不是她 因为她人气又生小孩 怎样 是怎么样 失望是有一点 那不选1号的原因是 选1号 1号太野了 因为她一直在展现她这个肢体动作 真的很像在我在美国 我不知道哪条街上面有看过 就是一条街上面 很多女生都在这个墙域上面 你是何涵 你可以坐那边讲这段话 没有 我觉得纯粹是国贤哥年纪大了 太狠狠了 真的 治不住 压不住 那到底这位辣妹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血压膏有心脏病的朋友 好不好 先刻两颗再来看脸子 3 2 1 请看 好挑逗喔 怎么那么性感呢 郭欣笑得好开心喔 没有 我喜欢高的女生 而且我觉得 如果她穿这样跟我去约会的话 感觉她是很重视这个约会才这样穿的 而且她刚刚这样走真的 什么感觉 年轻的感觉 以上就是这三位女人团 掌声鼓励 我们要问一下三位女人团 对不对 你们看彼此 看看对方的穿着 你觉得她们穿得适合相亲吗 爱丽丝你觉得另外那两位 穿得得体吗 对 那女人想说我穿得很dirty 很dirty 很dirty啊 你看起来有多dirty 我的妈呀 我孩子都饿了 好天啊 我爱我爱我一直听到婴儿声 但我说真的 雨柔这个如果是朋友介绍的相亲托 是很OK的 但如果是长辈那种 真的长辈脸会翻白眼 长辈谁会穿这样出去呢 真的 但是如果介绍像雨柔这样的女生 给身边的男生朋友 我觉得我的人缘 还有在人际关系里面 会立刻得到很高的好感 那如果你们三个参加同一场相亲呢 你们三个都在相亲里面 其实佳文这样子的穿着 其实是在一般传统里面 所谓的相亲是最适合的 其实佳文的衣服是适合长辈款的 对 长辈款 比如说像莱丁五十那种连衣 OK 对 对 那中间那一位 夜店拍 夜店拍 夜店会换短裤或短裤 好 你还穿多的姿势 不好意思 对 雨柔这一套就是一次就给你死的 那一套 就是这一套 就是这一套 那可是呢 他们的服装呢 其实自己有一些见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的型男 因为呢一般 你要连移要相亲 有的时候会先拿个照片 对 对 我看人家那个日本电影面啊 那个照片 哇 还有范尔甲 对 盖子打开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框 然后还绑一个断带 对 然后直接这样捧着就捧着 到底在哪里啊 我的意思是说都可以用 兼顾 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 所有男人都有准备 自己要去相亲时候的照片 对不对 好的 来 我们请大家捧好 好不好 等一下 我们一位一位看 好 一位一位看 好 那我们先看前面嘛 对 好 来 郭欣 麻烦 我好期待郭贤哥的 我觉得是这一张 对宿醉未行 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对自己很有自信 非常好 你有病的 很有自信 来 你很有自信 你有种拿出来 举好 请问一下这张出色在哪 哦 没有是这样的 就是介绍说他后面是华纳威秀 不是 不是 也不是 而且 后面是日本料理店 对 日本料理店 没有 我的状况 我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照片 你一定要自然 你如果是拿出一张就是什么艺术照 尤其是男生拿出来 我会觉得太做作了 你这个有点自然 自己这个人都看不清楚了 因为我的状况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我私底下的样子 我想要让你们 等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你最近是不是没有拍照 这个应该是狗爪拍的 我自己拍的 你自己拍的吗 没有 他这个脸我有看过 他就是大概喝到这个程度 然后就是把头龙康康哥 从楼梯推下去 所以就是他 就是泰国那一次 对 就是这个脸 真的 我觉得如果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还不认识这个男生 我会觉得他非常有自信 他一定觉得他自己很帅 觉得自己很有女人缘 所以他今天放照片的时候 他会想要选那种 就是比较看不出来他帅气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就想要把玫瑰花给你 是不是 那第二位 侯利系 你觉得 侯利系 人家有名字好不好 主持人 没有 这种感觉就是 像那个爱丽丝说很有自信 因为他完全就是放一个 没有装扮 没有打扮的照片 然后你要不要随便你 不要就是你吃亏的感觉 不要随便你 对 真的感觉 那我好奇 那你们三个看了这张照片 你们真的会赴约吗 真的不会 是不是 那你放这张照片 真的不会 不是 不是赴约 是共赴皇权 他在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张照片 如果是在一叠照片里面 你就是看过 然后就把它放在旁边 因为我们也是需要视觉想念 对 不需要特别了解 我觉得你摆这张照片 就摆明输在起跑点 可是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会很想跟你联络 我会想请你帮我送快递 太过分了 你们觉得这第一张很过分吗 那你是没看过第二张 那第二张就不要看了 第二张 国贤歌 不要看了 二 一 请看 那本杂志什么 浓浓吗 你这个好像在 你这个好像在 性病防治中心门口等叫 等叫号 有没有 而且这是在哪里拍的 这是在服饰店拍的 对啊 西门町性病防治中心 什么 不要乱讲话好不好 这是在一个 这个女性的服装店里面拍的 而且你这个应该是 三十年前的照片吧 哪有就是这几年了好不好 真的吗 那头发也太老派了吧 对啊 我帮她们吹 不是她们吹 我帮她们拍那个 一些目录啦 你真的觉得这张好的话 我希望你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也是放这张 而且我们到时候 会把杂志去掉 只给你留一个大头 就对了 你不觉得我真的拍得比 郭欣那张好太多了吗 哎呀 我觉得郭欣比较沉开 可是如果硬要比 都摆在一起 摆在一起 我会选郭欣 我们请三位女生来选 这两张硬要选一张 你们会选哪张 就是郭欣看到之后 我就会把它拉掉 我跟妳讲 两张要选哪一张 对不对 我宁愿去死 硬要选 我觉得会选 郭欣那一张 还是会选郭欣的 起码成本 看起来不生气 因为你知道 郭欣哥你这张照片 看起来真的不觉得 你喜欢的是女生 对啊 真的 下面一张 你看了我保证你永生难忘 为什么 賈斯汀请准备 3 2 1 请看 好期待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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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是什么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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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我会 天啊你摆这张照片居然三个都说要跟你约会 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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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招蛮厉害的 很可爱 你是要跟左边的约会还是右边的 左边的 左边的 对 而且感觉他就很自然 对 贾斯汀目前是关主 好你留着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梦多的 完蛋 好恐怖 梦多应该很厉害吧 3 2 1 请看 哇 哇 耶 而且还有肉鸡肉 当然要 帅 这张跟歌舞伎丁街牛郎店挂出来的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我跟你讲就是 因为 这一支就是好像拍一个广告的 不一样是黑白跟彩正 所以 所以 黑白最后一天也可以用啊 小梁哥我怎么记得你有一组是这种 照片 对啊 没有吧 我是想说就是 因为这样直接给大家看的话 他们也知道我的工作在做什么 就牛郎啊 对 牛郎 没有啦 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可以包 他自己做效果 他自己做效果 自己讲自己接 那梦多应当牛郎当多久了 差不多去 喂 想起处 不是啦 我们说真的 你为什么有脸去拍这一组吗 没有 因为我想打牛郎 喂 没有啦 不是 不是 三位 我也愿意跟他出去约会吗 他也愿意啊 一个晚上多少钱 对啊 你到了他的店门口 你会点他的台 会 会吗 会啦 会想知道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我们来比一下 那个贾斯汀那一张跟孟多那一张 硬要选择 好难喔 你们选谁 很难选吗 我们把两张摆在一起 好难喔 请选择 爱丽丝选 我选 雨柔 夹斯汀 喂 我也是 我也是 恭喜孟多 牛郎梦碎 谢谢大家 我是这家店的牛郎红白 喂 没有啦 好啦我们来看二楼的 好 德国队的 这个是OK的 我们来看一下您的照片 3 2 1 很帅 这个连我看到都心中 好帅喔 张哥本人也 太像了吧 很乖 他的照片不是犯 你为什么要拿马丁的照片来 这怎么很像马丁 很像吗 还好吧 好帅喔 很帅喔 那个24小时 还是CSI的那个剧照 很帅 很像电影集里面的男人 对 你再摆一次一模一样的表情 让我们现场看看 对 45度 错了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再过去 他还是要穿西装才行 真的 真的 你要求很过分 没有我是说真的 你们说 我们都没有要求你穿的衣服 不是因为他刚刚摆了 他刚摆那个表情之后 你就觉得他脸还是好帅 就是他表情好帅 可是你就觉得哪里不对 他的脸很适合西装 对 他的脸好适合西装 西装应该是加分 会更加分 那请问三位 看到这样的照片 会赴约吗 会啊 会啊 觉得会是不是 太帅了 会怕自己爬墙 那 这太帅了 太帅了 那我们把它跟贾斯丁 摆在一起 贾斯丁不用拿出来了 对 那个猴子要看几次 真的 真的 你的节目已经播好几遍了 你一直看我还是猴子 我一直都看猴子 好 少侠是新任的关主 好帅 好 那OK 保持领先 那我们来看一下 隔壁西班牙队古龙的照片 3 2 1 请看 可是没有点啊 什么啊 点在哪里 我又选这个 因为如果是第一次 我不要让那个女生看过的脸 我要他喜欢我 原因是因为 他也喜欢我喜欢的东西 类似海边 因为我是西班牙人 我喜欢海边 很罗曼提克 哦 可是他们会怕说 选了这样的照片 然后出去之后 那个脸变马国贤就不好 喂 那我们来看一下 拉脱维亚队 快点快点快点 3 2 1 请看 这在哪里 这 是在一个 Halloween Party 4月的那个 美国的Halliday OK 所以大家 假装 就是大半这样的 我就是看完这个照片 好像也不用比了 怎么说 因为那个 有一半是黑的 一半是白的 是神秘的 很像那个捷克 黑捷克 黑捷克 接下来跟各位看一个 不一样的菜色 真的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好不好 好期待 我们来看一下 安卓的 3 2 1 请看 好可爱 麦克尔杰森 好可爱 我相信我能飞 哎呀好难选 你可以摆一下这个姿势吗 好可爱 很可爱 很可爱 当初为什么会 这样子拍照 我好像拍了好多招 然后我觉得这个 最可爱这样子 这个不好选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好难 选一下 选一下快点 你只有一个晚上 因为你第二天 第二天就要结婚了 你只有一个晚上 我只有一个晚上 你会选择的是 我只有一个晚上 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呢 我选 我选 好难 只有一个晚上 每天要结婚了 好有道理 明天要结婚了 但我也没有 就算回不来也试一下吧 但是德国 Come on baby 但为德国很多跑车跑得很快 很快 我不知道怎么选 有的时候快不一定好 你选 是德国想场吗 可不可以先从那边开始 先从佳文来选好了 佳文 答案是 我刚刚真的有认真的思考 如果真的只能选一个 我还是会先选德国队 为什么 因为德国队感觉比较不好约 美国队感觉后续比较容易约 我觉得德国队的那种王子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这一次没有跟他约到 就是结完婚以后再约 对啦 对啦 因为我觉得美国队的配合度应该比较高 热情 但是那个德国队你觉得他是个王子 如果你今天晚上没有跟他约到以后 可能这辈子不会再见面 漂亮 对我觉得先选德国队 我一定选德国啊 德国为什么 我一定选 没有因为他感觉就不好征服 你知道吗 你就想要征服他眼上 对 你就是看我们安卓 秋冰秋冰好奇怪 不是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因为 感覺就是安卓这样子的可爱型的 也有很多 就是之后可能会再遇到 可是德国这一款的 德国这一款的 你是说他很普通的意思 可是他这个髮型 你以后很难再遇到 没有 我去找帮想就好了 书柯云他的个性比我的好很多 没关系 就要一个晚上 没关系 对 一个晚上 OK 爱丽丝 我真的想很久 是 而且我这个决定真的是 非常的挣扎 如果我只有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我会听小梁哥的建议 好 恭喜安卓有一票 安卓 我会选安卓 是 没有吃过的菜 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你眼睛在亮什么东西 所以就告诉大家 如果要相亲的话 最起码要选这样的照片 那我们要来问一下 我们三位 有参加过这种相亲 或是盲目约会 跟陌生人约会的经验吗 有 我有一次是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相亲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需要 到这个涟漪或什么 你是真的不需要 所以总真的有点太多了 然后有一次真的 就是我一个女生朋友 她说她真的条件很好 那男生就想要认识你 我们要不要就是 约个会这样 我想好吧 那我就去 然后我也没有特别的打扮 就也穿得很随便 就是那种什么破掉的T恤 牛仔裤 随便球鞋就出门这样 然后到了现场 我也很不给男生面子 就是我就大点特点 点一堆东西吃 然后重点是全部吃完 就是我就表现一个 我是大胃王的感觉 然后讲话也很没有礼貌 就是也是很像 我们朋友私底下讲话 就大辣辣 就是可能 讲个五句十句 或有一句三字经这样 然后男生就被我吓要跑 我那时候去韩国工作室 就有韩国当地 那个华侨的地培 然后他就是一直 他知道我没有男人 他就一直哈塞他的弟弟 然后我就想说 他是开玩笑的吧 因为我想说 我们就是要回台湾了 结果我们最后一天晚上 庆功宴的时候 他就Cue他弟弟来给我们吃饭 然后硬要我们交换了电话 跟SkyB 然后从此回来台湾之后 我们就一直聊天 每天都聊天 其实我们第一个月 还蛮扑通扑通的耶 我第一个月都觉得 我们应该会谈恋爱 就是你每天都想 check他有没有敲你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他们在跟我聊的时候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聊到第二个月才刚开始 就突然冷掉了 就突然觉得 好像 对这个人没有兴趣了 就是 莫名其妙 对 而且第一个月 那个感觉是 感觉他都很想来台湾 然后我都很想去韩国 可是第二个月就 不了了之 所以我们聊了 大概两三个月 然后就没有联络了 我在结婚之前的时候 那时候在找对象 我有一个朋友 他帮我介绍了一个男生 然后跟我讲说 这个男生条件非常好 因为第一他是医生 然后第二他其实身高也蛮高的 再来就是他其实整个人 就是很温文有理 然后呢 非常有礼貌 而且没有什么不抽烟 不喝酒 所以他跟我讲说 这个男生就是真的很适合 你可以跟他谈一个稳定的感情 甚至把他当成结婚对象 所以那天就约了去吃饭 然后我们就约在呢 他还特别挑了一个 是饭店里面的中餐厅 里面是有包厢的 然后坐下来 我就看到那个男生 他其实长得也就真的还不错 然后他就是讲话 你一坐下 他就先帮你拉椅子 很紳士 然后聊天聊一聊都很愉快 然后吃饭到后来他就跟我讲说 我必须要先跟你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以结婚为前提 来交女朋友的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再来第二次约会 那我就想说 哇塞 这男生就是这么认真 很难找啊 你也算天菜了 对啊 我就答应他 然后第二次呢 我们就一起约了 他开车来接我 可是呢 他很特别就是 他跟我约出来碰面之前 他先问我说 你会不会烫衣服 我就说 我会啊 我会烫衣服啊 他说 好 那你会做饭吗 我就说 我也会做饭啊 但要看要做什么啦 他就说 OK 如果这两项你都会的话 那我们就出来约第二次 第二次他开车来接我 我们就一起去你知道 看夜景 然后吃饭 结果 突然他就把车停在一个路边 他就从他包包里面 拿出了一件衣服出来 他就跟我说 你会烫这样的衬衫吗 蛤 要两条线 后面一定要两条线 我就说 我没学过 但我可以试看看 他就说 OK 那 我说我没有做过 但我也可以去学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今天跟你出来约会 其实我觉得还满开心的 但我一定有一件事情 要先跟你讲清楚 你如果能接受的话 我们就当男女朋友 他说第一 你要会烫衣服 要烫那两条线 第二 你要会煮红烧 狮子头 原因是因为 这是我前妻 我死去的妻子 她每天都会为我做的事情 她知道我很会做狮子头 而且她都会帮我把去看诊的时候 衬衫烫两条线 所以这两样是我一定要要求的 第三点 如果你也能接受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真的可以在一起 然后我就想说还有第三点 好可怕 他就从他包包里面就这样子 拿 拿什么 拿刀 他拿了他太太的照片出来 要干嘛 他跟我说 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把照片放在车上 或者是餐桌上 不要 因为我当下他讲第三点的时候 我就问他了 我就说 前面两点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第三点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你要把照片 就是带来我们约会的地方 不是 爱丽丝我们就讲相亲 你为什么要讲离异故事 对 你是讲鬼故事吧 你讲离异故事在吗 奇怪 为什么来讲 爱丽丝还把那张照片带来 哪一张照片 请看 如果她讲这样子 你就不用介意了 真的 真的 好了 谢谢这个鬼灯奖的故事 但是你不要说 爱丽丝虽然遇到这样奇怪的事情 她对我们六月游戏是有很大的功劳 真的 怎么说 真的 我会有这个小孩都是因为爱丽丝 真的 因为我的软子不能用爱丽丝的 然后成功之后放在我肚子里面 没有 你现在讲离异 你为什么要学梦多 而且应该是讲 喂 应该是说喂 喂 拉长音 所以你的软子是爱丽丝的吗 没 刚刚就讲不是 喂 我想她要再讲一次喂 没有 就是 我们这个是因为爱丽丝给我们一样 非常好用的东西 对 因为那时候 之前就是小月一直讲说 她想要baby想要baby 然后我就讲说 我有听说一个东西很厉害 因为我知道她老公小易也很忙 你知道夫妻两个都很忙 要生小孩 其实就是要敲通告的 时间要对好 这个你不懂 她即将要懂 她要懂 她要懂 结婚一个礼拜了 对 已经一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了 安全一个礼拜了 真的假的 好 等一下 那你要好好 等一下让我了解 你要好好听这一段故事 对 因为我觉得说不定你也会需要 用得到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知道日本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它是可以直接就是帮你测试 像台湾有帮人家说 测试什么时候排软 可是它那个是直接测试你现在 哪一天这一刻 有没有正在排软 它不是一个很暧昧的 譬如说 这几天你在排软 它是直接上面有一个电子仪器的 那个显示液晶 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一刻就是 所以你只要看到现在就是 五个小 八个小时之内 赶快 赶快去忙的话 就会中 我跟你讲 我可以问一个 不礼貌的问题吗 请说 那个要放在哪里 陈燕燕 对 跟燕燕棒是一样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东西好神奇 我一看到是笑脸 我二话不说 李懿在看电视 我就把他抓进房间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型男朋友 你们也有参加过这样子 婚活的活动吗 有没有 和弦哥一定有 还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 地上剪个红包就可以看 那是迷幻的不一样好不好 我们现在讲是盲目约会OK 不是 我觉得盲目约会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不对吧 是人家跟你出去才是盲目的约会 因为我觉得盲目约会 对男生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一个活动 那你有碰过什么很可怕的经验吗 曾经有过几次 就是说 有一次是朋友约的 然后 也是男女两个一个主办人 男生就救男生 然后女生就救女生那边的朋友 然后那一次是 我除了主办人男生我认识之外 其他女生 我那天大概找了七八个 我大概都不认识 然后男生这边找了五六个 然后我想说 都不认识 想说这个机会还蛮好的 然后而且我听主办人说 另外女方的主办人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 而且很有气质的 那我说那我不相信 你先传照片来看 结果后来她传照片来看的时候 真的很有气质 那我想说 那她这样找的素质应该就是 层次应该就跟她差不多 应该都会不错 好 那次我们就去了 就去到那边 我看到主办人我想说 真的 没有骗人 就是跟我想象 总统是完全都是差不多的 就后来想说 那今天我想说 这局应该会不错 会可以认识到不错的几个女生 这样子 就满心期待 就后来开始慢慢的 因为女生比较晚来嘛 就让男生等了一下 就第二个开始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一看 就稍微有差了一点 就感觉就跟那个主办人 就稍微不一样了 后来接二连三的 后面后续几个 大概七八个慢慢都来了 我发现 嗯 开始有点怪怪的 因为就是 人就不太 跟原本我想的 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然后坐下来之后呢 他们其实也 不太想跟你聊天 然后就是开始 就开始毛起来 就点餐了 就像刚刚雨罗讲的那样子 开始点餐 大吃大喝 酒也叫 什么都叫 我想说 这几个是来干嘛的 就开始喝 就后来 到后来还喝开了 你知道那一段 我记得我那次去 我们后来六个男生 全部弄下来 大概喝 这么多 可是你看照片 不是很漂亮吗 你那一个 主办人的照片很漂亮 你那一个 主办人 女方主办人很漂亮 主办人也要参加相亲吗 还是没有 没有 他也去 对 他也参加相亲活动 表示是不是要负责 因为他主办人 他要call一些他的朋友来 对 我知道 他call的过程就是说 要来了 快来讲 而且潘娜在这边 而且潘娜在这边 讲他们的对话也不行 小梁哥讲的是 真的比较直白一点 对不对 他们的想法心态 对 很真实 小梁哥好懂 一向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他来这边 他就是给你来白吃白喝 然后他其实 因为我到后来 你看约了那么多个 七八个 我没有一个有要到电话 你也都是乱连移型的 什么 你是胡乱七八糟 你没有参加过我的曲奇事 你不要乱提醒我 好 我要讲 因为以前我跟国贤哥 现在是要爆料了吗 对 以前我跟国贤哥 是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 然后我们那社区就还蛮大 楼下也有游泳池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就是假日下午 我就跟我什么表妹 一堆有的没的 我们就穿好泳装 要下去一楼游泳 就好时不时一楼门打开 是国贤哥要走进来 然后他就看到我带来一群 我的妹妹什么 说 她是谁 赶快让开 他就问我 是谁这样子 我说没有 我妹妹要去游泳 她说你们要去社区游泳 我说对了 她说 介绍一下 我说你不要在那边乱 她说我等一下下来找你 没有五分钟 她真的穿泳裤戴墨镜 都塞得好 跑到游泳池河畔 那她有带一本杂志吗 有带一本书 有带围巾吗 然后重点是 我就跟妹妹讲说 国贤哥说想要认识你 你们如果有兴趣就自己上岸 就我妹妹 自己上岸 一直在水里 不上岸 谁下来了 他们自己上岸 上岸 但是国贤哥 我们老实说 你参加那么多次的联姻 你到底有没有成功过 没有 我还有一次 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三个男生单身 所以那次我们记得约在法国暂停 在聊天当中我发现 这四个女的当中 其中有一个女的 我一看 我觉得她有点面熟 可是后来她发现我在看她的时候 她就觉得说好像有注意到她 她就开始有点在闪躲我 我发现她的眼神有在闪躲我 后来我就开始去问她一些问题 然后我后来就了解说 我看过她 以前交往过是不是 不是 有演过戏说台吗 没有 不要乱讲 这个女的我看过她 曾经以前也有出来过 那我知道这个女生 她本身有一个大概交往十年的 一个男朋友 那我觉得已经很稳定了 应该是快结婚了 所以我不懂她 来这个局该是什么 但是我没有错过她 因为我觉得我怕 因为可能别人 还是对她有兴趣 那我就想说不要错过人家 还是要给人家机会 后来又再聊 再聊后来 因为她那四个女的当中 其中有一个女生 她是百万年薪的一个公司的主管 所以她讲话就是稍微比较 就狂一点 那有点高傲 那很难聊 所以后来我跟她聊了几句之后 我就发现 这女的如果真的要追她的话 我觉得以后会很辛苦 那我想说那就放弃好了 就剩另外两个想说 这两个应该是还不错 蛮可爱的 应该可以聊一下 后来就聊一聊 其中有个人说 对 因为 我说那你最近在做什么 她说没有 因为我明天 这个之后即将要到法国去留学 大家会在那边待三到五年 我想说 怎么那么惨 怎么会这样 那你来干嘛 对 那我说那 而且为什么还要去吃法国菜 不是隔天就要去法国 我想说那你今天是来这边 先预习吃法国菜 然后方便去法国再去 对 怎么会这样 我想说怎么这样子 后来说 糟糕 去那么久 我们肯定不可能有希望 因为我们想要结婚 还有一个 这一定OK了吧 可以 肯定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我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有刚毕业 我说刚毕业那不错 学生找工作 那我说你工作找到了吗 他说有刚找到 那我说你在哪里上班 我明天回澳洲的那个银行上班 回澳洲的银行 我说对本身我住澳洲 那我是来台湾玩 那就是刚好朋友说这些联谊 我们就过来在那边 就凑下热闹来吃个饭 然后就明天早上 一早飞机我就回澳洲了 不是 你刚刚有听他们 打电话的内容吗 没有啊 要说吗 要说吗 快来说吗 又失败了 百万年薪也没有 结果后来 实际百万年薪了 百万年薪太高 不好聊 聊不来 就 我看他也没有意愿想要交往的意思 所以就很难聊 最后就觉得心情很差 然后后来我朋友还过来跟我说 好啦不要难过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 他们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跟你讲难过归难过 但应该是要买 那就是那一万五 那应该一万五 四个男生 我没他吃六万的 南国欣呢 你都应该比较正常吧 我是学生啦 学生的时候那时候都会联姻 那时候最好玩就是抽钥匙 我们都骑摩托车 你有到那个年代吗 对 就以前学校的时候 摩托车抽钥匙 好浪漫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还会有人故意在那个钥匙上面 上面做剂 对 喷香水或什么的 让女生可以 钥匙上面喷香水干嘛 没有就是要让女生去选 所以女生会先选 钥匙圈吗 他会闻吗 因为你如果喷很重 他一定闻得到 他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 没有就是你会希望 对方先选到你 因为他一定 会有一个人没有选到 是这样 所以你都不想当那最后一个 那你选到的OK 我那时候有选到一个 但那个 因为 因为至少郭先生哥 你那个有看照片嘛 可是我那个都没有照片 然后抽到我的那个人呢 其实 他是比较 比较快一点 他大概 他大概有两个我这样子 就是我抽到 就是抽到我的那一位 可是因为他抽到你的之后 又怎么样呢 很有保抖感啊 可是你看其他人跟你再看一下 你现在旁边这一位 你心里还是会有一点落差 心情不一样 但是你这一整天下来 你就还是要陪他一起去玩嘛 那我们一样是去 去玩水啊 烤肉 然后到最后 因为大会有决定就是说 你们是用大会喔 哇塞 好有组织喔 大会有决定说 到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 他会给你保留 就是两个人的空间 就是你们自己去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聊一下天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就是被安排到 一处草皮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是在想说 虽然我明明知道 我们以后不可能会有后续 但我总觉得说 还是要谢谢你今天的陪伴 结果正我要 当我要转头跟他讲说 谢谢你今天这样陪我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也慢慢的 把头转过来之后呢 对 可是 可是你要想一下 当下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是说 女生今天都已经这么主动了 这么主动了 到这个地步 你如果不接受他的这个心意 说实话 你真的是伤害他 你会伤害所以你就 那再考虑到第一点的时候 但如果你轻下去 就是伤害你自己 对 再考虑到第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说 如果我接受他的心意之后 那我的后续我要怎么处理 所以你就 我后来上述两项条件 我都不成立 我想到第三种方法 我就坐在那边看他 然后等他把眼睛打开 你真的也是一种伤害 对 可是 可是我真的就只能在旁边看他 你觉得我可以接受吗 我们问一下那个 就经验最多的小梁哥 如果知道你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他 把他等到眼睛张开 这样也好 就说 不是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只能这样子 但三位有什么好的见解吗 我觉得如果说那个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女生的手拿起来 听他这边一下 我觉得 这样会比较好吧 我觉得会比较好 就是 这样不行 你闭上眼睛 你就看他一下 说 你累了 我也是 持续差不多了 要走了 你这个跟他们讲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有比较好 他闭上眼睛 他睡走了 去跟星星拍照 他们都听到Mondo 我嘛 我是就是你们 我觉得是还好 我的比较尴尬 因为 还更尴尬 超尴尬的 因为那个就是 我的爸爸的老朋友 然后他是立伟的女儿 然后那个 政治家的女儿 对 然后就是我的爸爸的朋友 也都有很好 小时候就认识 但是我没看过他的女儿 然后听说他的女儿就是快30岁 然后现在没有对象 说那 因为礼貌性的 好啊好啊 就是他等我说 Mondo你很棒 有没有就是看我的女儿 就吃个饭啊什么的 我说 好啊好啊 就是礼貌性的嘛 对不对 结果他们就是盘我设计的很 很传统的就是 介绍给女儿的样子 就是说 好像已经要嫁给我那种的感觉 就是穿和服啊 然后很日式的餐厅吃饭 有没有 还有很紧张你知道吗 他给我看照片 觉得还不错 就是还蛮有气质 然后就是穿和服 我说好吧 那就是礼貌性的 那结果吃饭 结果呢 那一天来的跟照片 完全不一样 心里想说 我也是想说 哇 现在的Photoshop很厉害 但是呢 礼貌性的还是 因为我的爸爸也在 妈妈也在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也在 所以礼貌性的 我还继续吃饭 还有继续聊天 但是那个女生都一直不讲话 我说那有什么兴趣 她说 我说 心里想说 蛤 你不会讲话 还是你不是日本人 我一直讲 她说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的一个习惯 我们聊到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的爸爸妈妈先离开 那以后就是年轻人聊一聊 我说 心里想说 天哪怎么办 结果他聊完 他们走完之后 我们就是要送他们回去嘛 对不对 结果他 我看到他的下半身 虽然穿和服 超大吃的耶 像那个 看起来是很多 麻铃薯瓜 地瓜一样 就是很粗 我看到 哇塞 天哪怎么办 但是就是 然后他回头 他们走 我在 天哪 我都想要炮走 哇 怎么办 怎么办 就这样 我说 吃饭吃饭 聊聊聊的 趕快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礼貌性的 半个小时讲完之后 回到家 我一回家 妈爸爸说 你怎么可以介绍 就 我不喜欢这种 当然他知道 他说 哎呀 你不懂啊 反正他没人要嘛 我跟爸爸说 我不是支援回收 我不是什么都接受的耶 但是我从那个时候 我现在很害怕 我的爸爸妈妈介绍 还不错的女生什么 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很怕 父母也有帮你介绍吗 父母也有帮你介绍吗 对啊 有一次在西班牙 我父母 就是是我爸爸 他要帮我介绍一个女生 但是 我觉得我爸爸的菜 跟我的菜很不一样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说 不要 没关系 我喜欢就是自己选 我喜欢的女生 后来说 但是那个女生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聪明 你应该很喜欢她 我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 不要 但是后来呢 下一天我去海边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 就是很漂亮 很美女的女生 然后她在跟有一些朋友 我也知道她们 所以 就是去那边 然后我跟她们聊一聊 然后我问那个女生 她的电话好吗 然后 那天我们也去玩 就是吃饭那个餐厅 然后后来呢 我就是有发现 那个女生 就是我爸爸 要帮我介绍的那个女生 哦 一样 那你喜欢吗 很喜欢 我们在约会 就会为了三个月多了 所以有在一起 哇哦 对啊 这个真是好例子耶 对啊 那我们制作单位呢 也整理好了 那个字板呢 为什么啊 相亲总是会失败 相亲的禁忌大公开 我们来看第六点 约会地点要胜选 还没开始就被打枪 这个地点很重要 很重要 对不对 没有就是反正就是也是单独 然后在淡水吃完饭 一切都很好 然后也很聊得来 然后男生就想说 那吃完饭 不要这么快就 就分开这样 想说要不要去哪里走走 他应该是假释定好朋友吧 因为他就带我去一个淡水 鱼儿码头附近的公园 啊 他想说可以散步 然后 因为那天天气还不错 想说可以聊聊天什么的 然后那天其实我算 现在跟家文姐现在有点像 嗯 就是长曲洋装 因为就是 就比较有气质的那一面 泪滴一点 泪滴一点 然后去去公园散步 现在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就不妙 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一直有刺刺的感觉 嗯 而且一下是刺我的脚踝 就突然刺到小腿 然后刺到后面是 大腿屁股在那边刺刺 我想说该不会 他在帮你针灸吗 那我看到了 我想说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 我去这样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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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东西就感觉越来越刺 然后它动作越来越快 这样子 那是鸡蟹吗 鸡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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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如果说过是 因为公园很多虫 哎呦 然后就有那个很像假虫的东西 就从你的长圈 好恶心喔 然后就变成很狼狈 因为你就会在公园一直跳 一直跳 然后一直抖那个裙子 然后把那个虫抖出来之后 我觉得一切都幻灭 就一切都没有办法 感觉应该赶快回家 不然太丢脸了 那时候因为虽然是我也答应说 要去公园散步这件事 但我之后就开始责怪说 为什么要去公园 我穿这个样子 你怎么会想说要带我去公园散步 佳玟呢 我遇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我的同学要帮我介绍 他一开始就说 这个男生是很规矩的人 什么很仔细的人 那确实 因为这个男生 就一直透过我的朋友问什么 喜欢吃什么 有什么禁忌 什么不吃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好 他订好了 一个 就订在饭店里面的一个餐厅 所以我的逻辑就是餐厅 对吗 然后那天我们进去之后 那个男生的朋友已经到了 他在门口等我们 然后他就带着我们 那我的逻辑就想说 餐厅 饭店餐厅不一般都在二楼 不然就在地下室 然后他就说 他就按了电梯 我们想说那餐厅就在二楼了 结果没有他电梯直到六楼 我心里想说六楼 那个房间里面是有客厅 跟他自己的餐厅的 然后有房间的 然后我们想说 为什么来这不是要吃饭吗 结果妙了 门口叮咚叮咚 然后这个男生就去开了门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不是本来说 要吃日本料理吗 就楼下日本料理的服务生 把我们的餐送上来了 就是服务 每一道菜都要上来送 他从餐厅都要上来送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的OS 就说 这样子真的很难好好的聊天 因为平均大概十五分钟 这个服务生就会来按门铃 是很谨慎没有错啦 就是他可能很怕被打扰或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也太 假鬼假拐了 我觉得他真的没有很假鬼假拐 假鬼 假鬼还是带你到六楼之后 就有人体寿司在那边等你 好可怕 不是有遇到这种事喔 没有 可是有的时候有些地点呢 你稍微考验他一下对不对 看他的表现如何 是 看他的表现 对 你会就是 会约在不一般的地点吗 我有朋友约在不一般的地点 哪里 例如 海产摊 海产摊 海产摊很high耶 没有 我说实在话 海产摊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就是公司聚会 或是朋友之间的聚会的一个地方 可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相亲 或是说联谊的话 我觉得尽可能不要去带到海产摊 为什么 因为我朋友上次就是这样子 约一个女生去那边 想说去那边 第一次约会 我说 因为女生也找了一些人 那我想说 你第一次约会 你为什么会要约海产摊呢 她说 她可能有经济上面考量 还是说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就约在那边 她说大家去热闹一下 那我想说好吧 那去帮你看一下 那女生好了 那因为其实 你在一般的海产摊 其实来讲的话 只要下班时间去吃 其实人都很多 而且都是人身顶沸 你要其实沟通 其实是很难 因为刚到的时候 那女生本来讲话都还细声细语的 就你要吃什么 看你们啊 你们点就好了 然后我其实都可以 可是因为实在太吵了 到后来讲话那女生开始 大概 耐心已经被磨完了 所以开始讲话就开始很大声 然后本来也是不喝酒的 后来就是 我觉得心情可能就是 开始烦躁了 开始也大声喝酒了 喝了酒那也就算了 到后面 脚也翘起来 然后还追酒 我想说哇哇 你看那时候我跟我跟我讲说 你当然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不要约这种地方 因为很容易就看到 人性丑陋的一面出来 可是你约海产摊也不行 那你约法国餐厅也不行 那是我个人 那是我自己本身不行 好不好 那是我的问题 那是我的问题 我承认好不好 对不对 但是国贤哥讲那个海产摊 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你知道之前就是 有男生约出去约会 然后他跟我讲说 走 我们现在就去吃这个最中心 就是吃大甲蟹 然后那一只也不便宜 而且一定要吃到好的 还要去很好的餐厅先订好 那因为那是第一次出去 就是你知道吃螃蟹这件事情 有多可怕 就是整顿饭一个半小时 两个人都没有机会讲话 因为你就是要一直在那边弄它 弄螃蟹 然后瞧它 剪它 吸 然后再挖它 然后你知道吃螃蟹 要很难很优雅 就是你譬如说吃 譬如说汉堡好了 你还可以这样 啊 侧面一下 大螃蟹你要怎么吸 没办法 你怎样吸 拿起来 拿起来啃 你知道第一次约会去吃大甲蟹 吃完之后就一定不会再联络 我们来看到第五点 约会大迟到 迟到的理由超级 这个迟到真的要不了 约会怎么可以迟到第一次 对 怎么好意思 来爱丽丝你说一下你的经验 我是没有碰过那种这么瞎的人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女生 她跟她的网友 她们没有见过面 但是她们一直在网上面 就是你知道艾妹很久了 聊了很久了 然后她们那个男生的照片 跟女生的照片 就像你们一样 就是那种放个猴子啊星星 都看不太清楚的 然后那个女生就跟她约了以后 说要第一次近距离碰面 结果我那个女生的朋友呢 就活生生的等了她四十分钟 女生等男生 女生等男生 然后你知道那个男生还是出现了 然后那个男生就给她一个理由 就是说 其实我很早就到了 什么意思 我其实根本没有迟到 只是因为 我一开始站在那边的时候 你旁边有一个很胖的女生 我不确定到底是你还是她 所以我不敢来认 因为我怕如果是你旁边那个女生的话 我就要回家了 来看第四点 怡太不注意小心见光死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是 因为我有帮朋友去鉴定过 她的那个相亲的对象 然后她们是第二次 就是第一次她们自己先约会 然后第二次就想说 找姐妹去帮她看一下 那个对象 好不OK这样 我们就约约台北市一家 非常有名的火锅店 然后那个 就灯光有点昏暗 然后那个男生来 然后她就坐在那边 我们就三个女生 对她一个约会 那个相亲的男生这样 哇塞 然后那个男生 她是一个医生 大概三四十岁 然后你就会想说 开始先从她的外表观察她 但是她这一关都没有通过 怎么了 就是因为外表 因为医生她下班就是穿 那个西装裤 可是你就看她做的时候 那个西装裤 她的西装裤 已经到小腿 就是不够长 然后不够长 她里面还有白袜子 大概到脚踝 然后配一双咖啡色的皮鞋 因为她的偶像是Michael 黑色的西装裤 配咖啡色的皮鞋 我真的understand 我不懂为什么 你们可以这样子穿 那就算了 白色的衬衫 扎在裤子里 腰大概到这么高吧 细个皮带 她的那个领片 就是衬衫那个领子 后面已经泛黄了 她是白色的衬衫 你知道吗 我还要再强调的是 灯光非常的昏暗 我居然知道她有色差 然后 好 再来 她那个椅背上的西装外套 挂在椅背上 我想说 西装外套还蛮时尚的 有点点的感觉 黑色的西装有点点 别是头皮屑吗 是头皮屑 真的假的 而且她已经不是小飘屑 是头皮屑块 就一块一块那种 我不会形容 然后就很耳 然后对好很耳 然后开始她要自我介绍 你们的姐妹大家好 然后一笑 我整个差点昏倒 因为她的牙齿上面 全部都是黄色的垢 太夸张了 就是一般牙齿刷不干净 黄色的垢 然后好 算了 反正不是我要相亲的对象 我只是去帮她看那个对象 要吃饭了 然后开始那个手拿起来 要拿筷子了 我想说你是邪教教徒吗 她指甲留这么长 小指甲 你不能接受 小拇指 我想说你不是医生吗 有这种男生 可是她是医生 好恐怖 她指甲还留这么长 然后那天 你接牛排喔 然后就是因为她这么多 小细节 我觉得都非常不OK 而且不是你特地去看 是你不小心都会看到 这么多的缺点 然后那次吃完饭之后 我就说 你可以不要再约她了吗 因为其实她讲话 我也求她不要讲话 因为一开口那个肝火很旺盛 太臭 你等于那一顿饭 你没有办法好好吃 你知道吗 她到底是哪一科的医生 她是一般是耳鼻喉科 那种小诊所 那种耳鼻喉科 好可怕 很可怕 你这样你还吃得下去吗 好可怕 我想说 我还问我那姐妹我很纳闷 我想说你怎么会想说 把她约出来第二次给我们鉴定 第一次相亲 拜托真的要干干净净的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我们来看第三点 西半相亲要谨慎 小心配角变成主角 好 真的会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是 我之前在 刚刚去日本念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班上有一个女生 她年纪小我很多 她才二十二岁二十三岁 然后她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来去那边念书的 她长得也蛮漂亮的 那有一天她就 她在学校里面都一直把我当姐姐 因为我也大她很多岁 那有一天她就打她跟我讲说 我们出去涟漪好不好 我说我没有要跟你去涟漪好吗 我跟你去涟漪 我干嘛 我自己 自逃苦吃 自逃苦吃 对 很奇怪啊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姐姐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因为我很喜欢一个男孩子 然后这个男孩子他还是大学生 是日本比如说某某大学的大学生 那这个男生我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 所以呢 她说不如我们就来涟漪 那她还会再带另外一个男生 那她就说 姐姐我不知道我还能约谁 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帮我 而且你的日文又比我好 你可以帮我翻译一下 那我就好吧 就去 结果我们约在那个 新宿西口的车站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已经先到 我迟到了一下 一到那边 你知道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 怎么了 就是 我根本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三个人都是那种 啊对啊 那我们要去吃什么 就是你知道那种大学生 年轻人 很年轻人 然后帽子还戴棒球 还戴歪的 然后背后背包 然后我就整个人 然后我还穿个风衣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熟女啊 我就觉得好尴尬 然后好 我们就到了居酒屋吃饭 果然我就整个人就很像 你知道那天很像保姆 就是干部 我帮他们三个点餐 然后帮他们三个拿饮料 然后帮我朋友翻译 然后我那天就觉得天哪 我干嘛要来自己找 就是给自己找 自讨苦吃 很丢脸 就最后吃完饭 买单的时候 走出那个餐厅里 然后我那个朋友还很开心啊 谢谢姐姐 今天好开心喔 然后突然她喜欢那个男生就跟我说 那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 怎么办 自己姐妹怎么办 给吗 她就这样跟我讲耶 那我就说 没有她想说找干部好联络 她也是大会啦 这个有答出来了吗 她是大会的主办人 你有给吗 不是 我就直接看着我朋友 然后看着她 我就很直接我就说 你跟我要电话号码 我就讲说 我今天是例外性的服务你们 我平常没有这个嗜好 我不喜欢照顾小弟弟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有跟姐姐在一起的感觉 其实很有被爱的感觉 我们喜欢姐姐心 这个我觉得就是帮你说明一下 这个是日本的文化 是 所以基本上帝的时候 你的朋友不应该找你 因为他本身本来就漂亮 对不对 但是呢 日本的女生基本上要联谊的时候 不会找自己 比自己漂亮 或是跟自己差不多的女生 她一定显得她比自己不好看 男生也是 这个一种我们的文化 所以呢 男生以为觉得 因为你的朋友带你过去嘛 对不对 所以男生以为觉得 我可以跟你要电话 懂我的意思吗 这种就是日本的一个暗示 她会不会觉得是 你的朋友要把你介绍给她 对耶 有可能 要听起来很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来看第二个 是 聊天话题要慎选才到地雷 好尴尬 我很怕就是知道我们的工作 是演艺圈或是艺人的话 你就很喜欢问你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就比如说 你知道六月她是不是怀孕了 那怎么样 就是很喜欢八卦 或是问你工作的问题 我还有遇过一种就是 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 比较特别 大家比较容易知道我们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她想聊我们这个行业的时候 她就会用一种方式 比如说她就会说 比如说我今天跟郭欣聊 然后我就会一直说 其实我认识你身边的谁谁谁 她会一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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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谁是你的朋友 我跟她很好 你知道她是我的谁谁谁 对 但是你心里会一直冒泡泡 是说 你心里会一直冒泡泡 是说 你说的人是谁 有时候她讲的人 你都不知道是谁 但她就会一直说 那个人跟你很好 然后还会有遇到一种 就是 好像很怕我们会 会给她脸色看还怎么样 她一开始就会说 我在镜头上看 我就觉得你不错 你很可爱 但本人看 好像比较成熟 比较老 什么东西 真的有这种的 就是她想要表现出说 我也没有比你差 你不用抬一个架子 你不用以为你的工作很特别 但是我也怕有一种 真的 就是跟你聊 可能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都OK 但她问到你第三个问题是 那你们演艺圈很好赚 对不对 对 讲这个也不行 有回事有遇到过 所以她女生也是 她直接问我说 我听说你不好笑 不是啊 她跟我聊低劇 我就已经不开心了 郭贤哥说全国都知道你还转台王 不是 请听我讲 我不是气她说我不好笑 你气什么 我是气她说你为什么要用 听说两个字 因为你 明明就是 你不要讲听说 我觉得这样很帅 对 我气她 你这样很帅 你听她对你不够肯定 对 你要肯定 你要肯定我就是不好笑 我就是不好笑 到底了 那我问一下少侠呢 我很不喜欢我跟一个女生约会 因为她还没话聊 然后我却一直想办法让她有 对啊 有进阶化 她碰到句点王就对了 好累哦 有的女生 她们没什么兴趣 我问她们 那你喜欢做什么 嗯 就那些啊 例如呢 就逛街啊 聊天啊 那你逛街 那你喜欢逛街 就这样啊 那还有吗 没有啊 就这样 她在哪边认识 她很难聊认识的 我觉得 好笑耶 你好笑耶 你很有笑 那我们来看下面一点 来 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 后续动作 做完善 小心没有下一次 我觉得后续有些动作 要做得很完善 有些真的不能开玩笑 因为我这个人的习惯 就是如果是第一次约会 我基本上不让人家送 那所以会让人家送 除非是说 比如说姐妹套也一起 然后她就顺路 这样我就觉得 比较不尴尬 然后那一天就是 我的姐妹套坐前面 然后她先下车 那我们礼貌性 是比较坐前面 然后呢 她的车子里面 就是非常的花俏 比如说她的方向盘啊 跟那个 那个排挡杆 都有用那个皮套 就是做了一个特殊的皮套 上面有 SWALOSKI的钻 然后她一路都一直在讲 这件事 一直在讲 后来呢就是到了某一段 在停红绿灯的时候 她就说 她说你有没有觉得 我的这个皮套啊 跟SWALOSKI很漂亮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 gay先一下 就是要看一下嘛 就说对啊 真的好特别哦 然后我就顺手去摸 那个排挡杆 因为她手放在方向盘上 然后我就说 SWALOSKI的钻 好亮好漂亮 她就把手搭上来了 她就说 你的手摸起来 跟我们这个皮套一样 都很细致 然后我就转头看着她 然后她也转头 一直看着我 大概两秒钟之后 我就说 如果我的手打在你的脸上 我想你的皮肤 应该也会感觉到很细致吧 然后我就把手抽出来了 然后她就没有讲话了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对不对 初来见面那就是缘分嘛 对不对 好好跟人家见面 山水有相逢 留个好印象 对不对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二分之一想要下次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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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